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这个通告我异常兴奋 然后我就把我的裤装拿出来了 中性 套装一套 整套搭配 整套 中性没有一定要套装 我觉得裤装很帅气 很中性 然后就是中 我今天要中这个关键字 我就找了一个中空的 你这个打扮中间的空跟裤子 因为我是纯粹个人体质 所以我喜欢这种中间的打开 所以有一个人跟你一样 它可以可以穿 就是说如果你硬要讲到中性的话 那个 对 他也是 是不是 也是本裤子 喇叭对不对 中间也是空 中间也是空 有手会形的 那是金钞 我跟妳说 我跟妳说三首歌写的就是我 恰杂母好不好 很高兴 马尾放掉往前拨 马尾放掉往前拨 是 不是这个很难 那个因为血液中有没有 还是很女人味 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女性化的东西比较重点 比如说像我是粉红控 所以我很喜欢很多粉红色的东西 那如果我要穿一些 深色系的衣服的时候 因为我长的其实不是清纯内卦 我的外表我比较凶很 可是你已经忘记抛弃了 可是我还满期待 就是说两位老师可能 其中一位哪一位来帮她 你知道 改造今天的主题 中心 我还满期待 因为我算高难度 是啊 所以我很期待 可是反而她高难度 就很多怪衣服 她家喻的就很好 对 好 那就是老师的完美女人比例了 思佳 你的中性 怎么没想到 你手串可以把只穿的内衣 就出来了 而且她眼睛好酷 第一次她的内衣可以派上用场 真的 真的 没有被脱掉 对耶 厉害 而且一点都不觉得 穩衣服 穿得好有个性 现在就是比较 体质是属于比较怕热的体质 胸口体质 是中性风 对她来讲 是真的有一点点 你知道她会觉得 比较困难一点 她都是很女人味 对 最主要她要有性感的元素 有没有呢 你看 有 有 好女人 你保留了她的蕾丝 对 我保留她 她想要的部分 尽量保留给她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单品 身上她穿的这件 浅蓝色这件衬衫 到底几件 对 她其实是一件 这件是我昨天才刚到的 这是一个韩国设计师的 你看她是黏在一起的 她感觉很像两件 她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你有很多的穿法 比如说你是女生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穿 我是女生 我就直接这样穿 男生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翻起来穿 那这件 就是在网站的时候 它是同时放在男生 跟女生的里面 然后它就只有一个尺寸 所以它是没有在管你的身形 而是管态度的 然后这次衬衫 还要再跟现在的潮流的 语言跟符号 有沟通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于 这里还有刺绣一个 可能是品牌的名字 但是也可能是 男朋友的名字 我也 已经过去做纪念 高中的名字 对 其实基本上 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所谓的刺绣的 这些的名字都是 只要是在你的衣服上面 多了这些的符号 它就是跟现在的潮流有关 好 我们这些 我们先把这个背心拿下来 我们来看它实际的部分 你在穿的时候 这件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是 把它塞在里面 好 有没有看到这条裤子了 这是裤子 这是一个裤靴 对 这个裤靴 太旁边了 太可爱了吧 我还以为是挖薛姐的衣服 那我们进去了 家里要脱鞋子怎么办 对 就整件脱掉了 不要去人家家 都可以整件脱掉 所以你就千万不能去 所以千万不能去 所以这件不可做 不可的 你不能 你不能去吃日式料理和式 对 你只能测测的 不能去日式和式料理 所以 真的没办法设计 好有戏 这条裤子 可能最近大家看我的 我的FB还是IG可能会很眼熟 是这一条我才刚 在Coco李文在拍他的演唱会海报 跟他的专辑的时候 我就让他穿了这一条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一条 这是我自己私物 利用这件集中性的衬衫 利用这个裤袜型的来做一个中和 你看上身如果我们只拍到这里 他根本就是一个男生 他根本就是一个男生 宽大 好 加油站 类似像这样的 我当时给Coco 五分局 我当时给Coco李文穿的时候 就是我这一件 他穿的是我这件衬衫 我在节目中有穿过 他就是利用这件穿 然后外面我好像还在造了一个T恤 就是T恤 然后也是走这种中型的风格 好 然后回过头 再另外有一个也是 我会推荐给大家的 这是同一款 但是我一次买了三个颜色 对 它再出我就会一直买 它其实里面是这 盒子 盒子 可是它是真的两件 它是真的两件 它真的是两件 那你就买不同size两件 把它包起来就好了 没有 领口不一样 是领口那么低 这里面是高的 然后你不用怕人家后面是这样子 它是真空的 然后这里还有多的一个袋子的原因是 就是让你在穿的时候打开的时候 你可以垮 垮下来 你可以垮下来 垮下 对 带手帮你扣住了 对 后面还有扣子让你扣住 但是它这是 你也可以单穿 你也可以单穿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 扣起来 对 我也可以把这里面的白色的 秤过来 所以我三个颜色买 所以我等于是 可以有种颜色 有三个搭配 可以搭配大概有超过六次 八个有 像这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配上像这样的 也是裤 一样的裤袜 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外 我为了这一件 因为之前到的 然后我昨天又特别去买了一条裤子 刚好有这一个颜色 这颜色的 你看它是西装布料 但上面这个纹路 根本就是女装的纹路 但它是男装 我为了这一件衣服 我又去买了这一条裤子 那不是顺便买一双鞋呢 你说这双高跟 我已经有了 不是 这是西装裤 好 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 对 我们只要脱这双鞋就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搭配像这样的袜子 我们会发现像这样的袜子 明白 整个有老爷的垮 然后又有潮流的帅气 而且又有时髦 其实我觉得私家的鞋液里面 已经慢慢的 应该开始会有这些中性 所以你可以朝这部分去走 没看过这样的私家耶 超有特色的男友衬衫 搭配上潮流感十足的袜裤 胸口微露性感内衣 超sexy的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